那每到周五的时候 我们一直就和各位来去讲 就是到底有哪些股票 在这周里面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那在这周特别关注的股票 我觉得大致的会分两大类 就是一大类的就是 我们说在投资上面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就是价值投资 Value Investor 还有一类的叫做成长型的投资 Gross Investor两大类 那价值投资者他会追寻价值 他公司内在的这个内在的价值 当一个公司他长线上 他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当一个公司 他整体的价值比较好的时候 那他的买入的机会就比较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成长型的这个公司 成长型的这种交易的方法 那目前我们在这两天的时候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市场当中 有两类人在针对同一个公司 在做着不同的判断 那这个公司叫做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的在之前的时候 在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会在在之前的时候是156 156那现在的价格来到143 那高的时候在最近几天上上月高的时候来到180 从150来到了180 那么我们说在最近一段时间上 两类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交易的方法和交易的思路 第一个第一类投资者就是价值型的投资者在最近去买入阿里巴巴 那就是在在最近一段时间价值型投资者在买入阿里巴巴 那另外呢 这个成长型的投资者在最近的时候将手中的阿里巴巴继续卖出了 那包括我们说价值型的投资呢 他比较注重于说价值型的投资的这些 这些投资者呢 他的他认为的好股票呢 是比较低成长比较稳健 长线他的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状况稳定 如果公司有特别好的这个科技发展 或者说一个技术发展 那公司的价值会大幅的提高 会有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那么阿里巴巴的 那我另一方面呢 叫做这个成长型投资 成长型投资的就是说这个股票呢 本身他受到相对近期的投资者 或者资金的这种拥堵的程度有关系 买的人越多 他他在最近热钱来的越多 或者或者一个利多或者利好的消息 来的多的时候了 他马上这个这个公司呢 他的价格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或者下跌 比如说我们说在一些公司当中 他的领导人出现丑闻 或者公司甚至公司层面上出现丑闻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价格呢 会会大幅的下跌 会会走出一个大幅的下跌 那这种情况呢 对于一些大型的公司来说 一般都是一些短期的行为 包括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短期行为上我们看到他大幅的下跌 但是整体阿里巴巴下跌了 在港股上下跌了11% 然后B站唯品会高土也都是下跌的比较多 就是中概股方面上下跌的下跌的比较比较多 那阿里巴巴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我们看到价值投资者在最近的时候 开始又开始买阿里巴巴了 那因为我们判断通过我们的价值判断呢 我们认为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他的价值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348 那明年年底的价值呢 他的价值呢会来到418 那他现在价格呢 是来到了140到150之间 就是我们上一次这个起点的位置 所以你看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get到我的意思 就是这些做价值投资的人呢 他追寻长线上涨 但是他呢有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资金 赚了钱又回来赚了钱就回来 那短线就是成长型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呢 他就会这一波上去 然后又回来 回来在这的时候再买 那么140到180中间 大致一补了40美金 40美金的一个涨幅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 一个收益 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益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在下周的时候 有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在下周的时候 可以去注意一下 这支股票 它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买点 毕竟这个价格 是我们10月份的时候买过的 是我们10月份 现在价格又到这儿了 当然这波下跌的力度比较强 所以买的过程当中呢 一个是注重价值 一个是注重一下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因素上 这个地方是否能在140这个位置上 止跌 也是中间值得关注的 那阿里巴巴这次 它的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 它在第二季度的时候 它的净利润下跌了 同时下跌了 2022年的财政收入的指引 所以它这个调整呢 整个带动了一个市场的 一个往下走 所以下跌了一个百分之 十几的一个下跌 那么我们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上 我们看到 它的第二季度的营收财报 是206亿人民币 比同期的上涨了29 但是不及市场预期 那我们阿里巴巴同时调整了 2022年的财政收入指引 那预期全年调整的增速 原来的增速为30% 调整后了为20%到23% 所以阿里巴巴的情况不是不涨 就是它的财政收入的增速 由原来的30%变到了20%到23% 是增速放缓了 所以它不是一只没价值的股票 有20%的销售增长 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一中间 我刚才说了 成长型的投资者一看 价值 它的明年增速放缓了 所以就大幅的抛 价值型的投资 在这儿就仍然会注意到 它明年仍然会有20%到23%的增长 所以会产生相当不同的一个点 所以这是我们在下周特别要注意的阿里巴巴 我们看到来看11月份的建仓列表里面 11月份建仓列表里边 我们在这里面增加上 增加阿里巴巴 10月份就做过一波 10月份再做 10月份了我们可以再次去做 再次去做阿里巴巴的股票 继续去交易 好 那10月份的时候 还有几个是特别值得去关注的 特别值得去关注的 那包括我们在中间的失乐 我之前这个行情仍然在 我在今天的时候看到又有 这是我们第一周就 就11月份的一开始就建议大家买 10月份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买的位置大概17 涨到最高的20 现在呢 行情有一些调整 往下调整 如果有机会调整下来的话 那仍然可以去 仍然可以去继续去买进它 仍然可以去买进它 所以中间 这是我们中间说的第二个 值得去关注的 另外还有 在这周里边 纳指成分股当中 亚马逊 苹果那几个公司 我们要在今天的时候 要做一下布局 倒置成分股 我们来看到 倒置成分股 好 我们不断的去交易 不断的去交易亚马逊 我们在亚马逊上 我们给它了几个认 亚马逊 我们认为 它的价值判断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来到3760 来到3760 那现在 我们看到现在的价值 现在它的价值 已经回归到了 亚马逊在经过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看到 它来到了我们所要的附近 真的就是 而且是提前到来 我们看到亚马逊在 我们看到亚马逊 这公司 从3200 3300 开始 开始上涨 从3200 3300 开始上涨 对标公司 阿里巴巴 京东 一倍 我们的给它的价值判断是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达到3760 回归到价值 到3800之间 现在来到了3700 距离我们的目标 一步之遥 所以这个 我们在 这个时间点是 当时它的价值 价格的是 3444 3444 那在最近 11月的时候 它进入到 我们的射程范围 还记得我们 亚马逊的射程范围 是多少 3200开头的附近 就是我们买入的时间 3200附近 就是我们买入的时间 过了3200 就开始进入到持仓 持仓阶段 平仓的时间 是3600到3700 我们预计是到 今年年底到达的 那结果航行走得非常快 航行动作非常快 在种种的利好因素的 这个促进下 在这些利好因素的 这个促进下 我们看到它直接 航行直接去 来了一个 超级大暴走 直接来了一个超级 超级大暴走 那现在 来到了3700 现在来到了3700 所以这一波行情 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亚马逊这家公司 当然 在这里又去谈及到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成长型投资 和价值投资的一些不一样 成长型投资 在现在这个时间 你可以离场了 那基本上 可以离场 成长型基金 成长型的 投资者 在这个位上 可以离场了 那价值型的投资呢 我们看到 它在2022年 长线的价值 那我们通过 它的 这个数字的测算 它将来的价值 会来到4600和 这个数字多大的一个例 到5400之间 它是 它的 这个 之后的价值 会进一步的 会进一步的 走一个 继续去朝上 朝上走强 这个是我们 所以在最近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去买入这支 刚才我说了 到这个位置上 已经 已经达成了 我们的 盈利的目标 已经到了这个 目标 因为它中间 我们看到 它的 PE10年的低点 PS也低 这是价值投资 就是当我们说 它PE很低 PS比较低 说明这个 这个公司 在一段时间上 它的价格被低 这是我们看到的 亚马逊 好 那 除此之外 在这周里边 还需要特别关注 当然这个是平仓了 这个是短线上的 平仓交易 平仓交易 获利 获利了解 Amazon已经到达 我们的目标了 另外还有就是 在 在这一周里边 在这一周里边 还有一个 是值得 大家去关注 京东 那京东在 目前的这个状况当中 在目前的 状况当中 我们在 7月12号的时候 开始建仓 71 然后到75平 京东在最近的时候 也是涨幅 非常的 好 那 其中 京东 我们看到 它第三季度的盈亏呢 已经 已经有 盈亏报告了 还不错 整体的增速了 25.5% 增长的超预期 净利润呢 也比同期了 也有上涨 那 我们看到在京东的时候 整体的上涨了 有6% 整体上涨 6% 还是一个 在一个相对 稳健的上升型通道当中 所以下周 我相信不少的投资人 注意到了京东 它目前的走势的结构 和它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 我整体上觉得 京东本身在目前的时候 它的 它的这个交易的 这个能力 稍稍显得 稍稍显得 这个 这个差一些 就是 我们不是说它公司的盈利能力 而是说 这个股票 带给我们的盈利能力 稍稍显得差一些 所以 在下周的时候 这个呢 我觉得 相对偏谨慎的看它 相对 相对偏谨慎的去看 京东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两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 这是我们下周 特别需要去注意 另外还有 Apple也是 超强的公司 Apple呢 在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走出超级大的上涨 走出一个超级 超级大的上涨 2.85 然后亚马逊呢 亚马逊呢 来到 来到了一个 4.14 那整个的这个市场 整个的市场呢 走得超级棒 整个市场走得超级大 然后MVDA的 因为达了走了一个 8.25 这也是我们最近 在 加拿大老师的课程当中 非常多的去提及到的一个 非常多的提及到的一只 一只股票 走得 走得超级强 所以在整个过去的一天里边 这个行情啊 它的走势呢 也是 股指走得非常的 股指是走得非常的好 继续去走出 继续去走出新的高点 继续走新高点 仍然是保持着不错的一个增幅 但是各股层面上相对来说 各股层面上走得 大盘的股走得是特别的好 而且大公司走得特别好 一些这个上涨的股票的个数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多 并没有特别多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 好 说完下周注意的几只股票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整个市场当中 刚才我们谈到了股指的情况 股指情况在上周的时候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标普 从标普看 标普走得非常非常的强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页图 就是刚才看到的这页图 整个标普当中 你看到绿色的其实并不多 就是标普当中上涨的 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在走这个调整 或者走这个下跌 但是股指走出了一个新高点 那股指走新高点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就是主体上边 引领这波上涨的 引领大盘上涨的 不是这些中小型的公司 而是我们看到的 这几家超级巨头 我们看到的这几家超级巨头 引领市场的整体的上涨 所以这是 这是这几天的一个特点 大型的公司引领市场 同时大型的公司 大型的公司引领市场 同时大型的公司的涨幅 带动了这个市场当中的 带动了市场当中的股指 同时大公司是上涨 中小型的公司走的普通 所以中小型的公司 我们看到中小型的公司 当然这也不是中小型的 就500强里面的公司 就是标普成分股 当然也不是小公司 那他们走的就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就是普通一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好 这个 好 接下来进到 再看一下 所以标普我们中间在做的时候 首先仍然是一个 比较强的这个展示当中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既然市场当中它是 既然在市场当中 它是以一个 它是以一个价值和价格投资 区分对待的 所以投资人在这 也需要去做一个区分对待 好 另外在这里 给大家一个 这是我们当时 Rain Capital Rain Capital Rain Capital我们在 之前的时候它的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它的价格当时买的时候 是21块7 不是 就是当时我们认为 它的价值判断 我们认为 它当时的价值是 270 当时270 那然后增长到年底 年底的时候 我们认为270 最终会到达高位 它的位置在300 位置在307到320 那我们看到在11月11号的时候 恰好就到了这个位置 跟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一点不差 我们我们 我们添加到自选列表 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在10月份 给大家做的自选 自选列表 10月份给大家做的自选列表 10月份当时的时候 10月份当时的时候 这家公司 它当时的价格 237 237 我们认为 它的价值判断的是 来到 当时的价值是 价值是274 然后 它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它的价值能够达到307 到320之间 那在最近几天的时候 它的最高的价格 就点到了 点到了它的最高的价格 11月11号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 那 它的位置 整个一波行情 就是 这两波行情 其实是走得非常快的 最近几天 我们给大家的 这个价值投资 价格 就是这个价值投资 其实是 它比 实际的价值投资的周期 来得更快 那 KAP老师的 投资方式 逐渐也是在进行upgrade 我们看到 巴菲特的 投资方式 也在upgrade 它之前是非常长线的投资 买入并持有 但是现在它也开始做过这种 因为市场变快了 因为市场变快了 所以你就只能跟随市场去 较快速的去进行这种反应和变化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 原来的价值投资是需要说几年 或者 十几年为一个周期 但是现在 它数个月就完成了它的一个价值回归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 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例子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给过大家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亚马逊 跟着我们一起做亚马逊的很快 已经到达了 3700 已经到达了 然后这个安吉 安吉现在 在这个时候 又到达又回来 我想给大家说的 不是说 平仓 而是说新的一波交易机会 它又来了 新的一波 交易机会 它又来了 那 我们说安吉他整个这家公司呢 是 这个也是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 为企业提供通讯解决方案的 为企业提供通讯解决方案的一个公司 那这家公司 当然它不算是那种 最强的这种科技公司 22个billing 不算是最强的这种科技公司 但是仍然是属于 因为百亿以上 这个属于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像亚马逊 阿里巴巴 都是好几百 好几百个billing 那这个是大致22个billing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22个billing 属于 当然也不算是小的 这种中等型的 中等型的 这个公司 好 那这家公司我们看到 在最近的时候 它开始 它做了几个 收购语音服务 收购语音辅助识别的这种资讯商 收购加密的服务商 呈现出整个 整个这个业务形态是比较旺盛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 整个公司 当然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中间不去讲特别多的理由了 我不去讲特别多理由 最终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回归价值的 回归价值的一个 回归价值的一个公司 回归价值 那一方面回归价值 另外一方面 它的价格重新又开始调整了 现在是253 在上一次我们买入的时候是 372 372 然后 然后整个一波行情了 这个行情了就就上去了 这个行情从从237到最高的时候 312 237 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行情 其实它很快就到达 时间10月份到大致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时间到达到达价值 那这波行情是我们中间 中间在实际执行的执行道 也是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波行情 非常漂亮的一波行情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这个公司 其实在最近今天的时候 最主要是跟大家汇报这几个消息 其他的我 而且我在今天时候 有意识的把我们的课程节奏带快 不像之前很多时候拆分成细节 跟大家讲 我们把节奏带快了 该平仓的 你就平仓 该重新进场的去重新进场 那值得关注的 在这周里面值得关注的 仍然是 这公司 这公司 施乐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时候 10月初的时候 已经买过一波 17块钱涨到20块钱 17涨到20 已经买了一波 短线上 短线交易的这些投资人 在今天的时候 扩利了结一些也可以 但他远远没到他 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会更高 施乐的价值 实际上是来到26 他在最近的时候 如果做价格 如果去做这种 成长型的投资的话 那你就获利了结 如果你做价值投资的这些人 这些投资人可以稍稍再等一下 等一下找到一个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一个 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入场点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周里面 需要去 特别去关注 其实 一个小时 今天带的也确实快 各位在中间有没有交易当中的问题 股票上面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周里面 有没有交易当中的 有没有交易当中的 我们在这周里面 就会做出这个